所以更换这个能省油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近很多车友不知道从哪里得大家消息 说狂乱换这个东西能省油 今天我先告诉你们这个的作用和工作原理 最后你们就知道换它能不能省油了 这个东西的名称就是燃油脉冲衰减阻尼器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来稳定这个油轨里面的燃油脉冲的波动 这个东西呢一般都是抓在这个喷油嘴的油轨前面这里 当喷油嘴打开之后这里的油压会突然降低 然后喷油嘴关闭的时候油压就上升 这个过程的话这个油轨里面的油压的话会有波动 所以的话它就用这个来稳定这个油轨上面的油压的波动 工作原理呢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除水器一样 当喷油腿打开之后上面的油泵的油封上来没有那么快 那么它就用这个来调节这里平衡给你的压力 这个东西的话它不会导致油压高 如果它堵塞的话它会导致喷油嘴上面的油压低 导致发动机没力 如果它是损快没有调节的作用的话 它就会导致配合嘴上面的油压有轻微的波动 但是这个波动的话几乎不会影响油耗 这个东西的话几乎不会快 但是如果它快的话 我们可以在中间这里接个油压表来检测的油压 是否达到标准是否平衡 这个东西主要的作用是稳定这个油压的波动 来减少油管的震动和噪音 除非它堵塞导致发动机没力 不然根换它能减少燃油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层 complet gold 墙已经很丰富了 dow 滴